最近辽宁大连迎来了持续的降雨 这对于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十分的有利 也解了老乡们的燃眉之急 在大连金埔新区成东村 村民温贵华正在自家地里检查大豆涨势 他告诉记者 六月份当地只有一场小范围降雨 他及时播种了大豆 但后来由于干旱 大豆出苗缓慢 这轮降雨解了燃眉之急 全都甚低的 还挺滋润的 渴的就会喝足了 气象部门预测 七月份大连市降水将较常年统计偏多 提醒老乡们及时关注作物生长 做好病虫害旱老灾害的应对方案